放言望去 熟悉的家園變了癢 只剩滿地殘骸 熱帶氣旋吉塔 週一晚間以相當於四級颱風的威力 侵襲太平洋島國東家 氣旋中心在週二清晨五點 離開主要島嶼 風速最快達每小時230公里 是當地有紀錄後 近60年來最強氣旋 吉塔帶來的強風大雨 造成嚴重災情 目前還沒有詳細的傷亡報告 東家國家緊急管理辦公室顧問指出 多人受到重傷 許多地區淹水 斷電 滿地被吹斷的樹枝及垃圾 估計努瓜樓發有四成房屋損壞 影響民眾超過2萬人 連國會建築也無法倖免 渣然後建築倒塌的景象 觸目驚心 一夜風雨過後 東家人民開始災後清理 國際慈善組織紅十字會動員協助 在東家西南放越1770公里的紐西蘭 總理阿爾登宣布提拨75萬紐幣 大約是台幣1600萬的救災基金 只要東家政府提出明確需求 紐西蘭也會調派軍力協助救災 吉塔接下來持續往西前進 下一個受影響的太平洋島國是斐济 氣象專家表示吉塔威力不斷增強 預計週二晚間開始影響斐济南部 大愛新聞 陳曉玲編譯